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长相 按照美国总统 林肯的说法 一个人四十岁以后 要为自己 长什么样子 自行负责 自己负责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行为 你的心术 你的遭遇 你的环境 会在后天里面 决定你的长相 所以不能够 全怪父母 有的时候呢 要怪自己 所以美国总统 林肯说 一个人四十岁以后 长什么样子 要自己负责 在中国的古典的说法 有一个字 叫做圣人不像 圣人 高人一等的人 他长得什么样子啊 你捉摸不到的 圣人不像 他看起来 很普通嘛 你看我李敖 就很普通嘛 我如果不穿这个红夹克 穿个灰夹克 如果我不戴这个 名牌眼镜 戴个普通眼镜 或者不太眼镜 我坐在台北市 那个大楼 柜台前面 就看看 就像个老兵的管理员 就长得就是那个样子 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李敖 是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 这种厉害家伙 所以圣人不像 你已经看不出来 我的像 来评判我了 大家看 清朝 末年 那个有名的名臣 中兴的名臣 曾国藩 曾国藩 从像上来换啊 他是个坏人的样子 看到没有 最严重的 他是三角眼 三角眼 是个坏人的样子 可是 在记载上面 他 还算是正人君子 虽然 杀人不眨眼 他基本上 还算是个正派人物 他只活了 61岁 曾国藩 相当的相信 运气 我们的说法是运气 当年的古典说法 就是命 他这种命啊 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有家事 你有学问 你有用功 可是你如果没有命 或者运气不好 也没用 所以他把一个人的成功啊 把命的部分 当成一个很大的比例 为什么我们大家 很多 程度不够的人 注意啊 我里要说的话 程度不够的人 要算命呢 要求神问谱呢 要在庙里丢来丢去呢 干什么 就是他们对自己 没有信心 所以要相信 这些鬼神 相信命 曾国藩 他相信命 相信命 请看 这个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 他56岁就死了 我现在74岁啊 他活不到我的年纪 当然他年轻的时候 46岁是我的照片 我父亲 我父亲 他相信命 国立北京大学毕业 为什么这样迷信 他老太爷 就这样迷信 我们来台湾 有零的原因 暗的原因 大的原因 小的原因 大的原因 是一般人问 为什么来台湾 60年前 为什么来台湾 跑来台湾 为什么 怕共产党 对不对 我们家正好相反 是怕国民党 我爸爸怕国民党 我们才来台湾 我讲过 什么原因了 原因就是 在1931年 918事变 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了 蒋介石 卖国政府 昧日政府 不敢跟日本人算账 下命令不抵抗 所以东北丢掉了 可是东北人不肯 东北同胞 在马战山将军的一声呼号之下 组织了东北义勇军 跟日本人抵抗 可是 在蒋介石眼里 你违反国策 我的国策是跟日本人 投降呢 你们怎么可以抵抗日本人呢 你们什么是爱国啊 你们政治不正确 可是马战山将军 不管那么多 我父亲算是这个系统里面的 一个小朋友 就跟着反抗日本 可是 马战山将军 他们到了后方区的时候呢 我父亲就留在伦县区 做 干什么呢 做地下工作 可表面上你做地下工作 能掩护什么人呢 你有个职务 所以他做了日本时代 华北禁烟总局的 太原禁烟局的局长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烟酒公卖局的局长 那时候禁烟 一方面禁烟 一边控制鸦片烟 所以我们今天贩毒 看到爱小块鸦片烟 当宝贝一样 我李奥小的时候 在山西太原 看到的鸦片烟呢 像砖头一样的 一块一块的 在太阳底下 排声队伍一样 一个操场都是鸦片烟 我看过这种 大场面的鸦片烟 这是我父亲 我父亲 由于做健安局局长 有钱 有机会 就援助 抗日的分子 所以他自己形势上面 在委政府做事 可是呢 事实上他做了很多的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 国民党抓人 不封青红造白啊 要抓我爸爸 我爸爸就跑到东北去了 后来 有一个人出面 替他写了证明书 说他是抗日分子 这个人就是吴焕章 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吴焕章 看了证明 我爸爸就免了 牢狠之灾 可是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 哦 原来你国民党不抗日的时候 我先抗日 你国民党骂我 抗日的时候 我在后方 在前方 我们做地下工作 你国民党还要抓我 好了 我爸爸说 从此啊 我跟你国民党不分家 我跟着你走 你到哪里 我跟你到哪里 好了吧 所以1949年 当国民党跑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着来到台湾 这是我们来台湾的 大的理由 大的原因 我所说的 是因为怕国民党 而来台湾 还有一个小的原因 小的理由什么呢 我爸爸性命 我爸爸喜欢算命 一算命就说 往南去 往南去 算命先到南方去 所以我们从东北到北京 从北京到上海 从上海到台湾 就一路往南去 就这样子来到台湾 我爸爸相信命 请大家看看 我爸爸到台湾来的照片 这是他照片 在台中一中 省立第一中学 做国文科主任 他教过几个有名的学生 我讲过 林云大师 司法院院长 施启阳 国民党大掌柜 刘台英 都是他的学生 这是我爸爸 在日本的时候照相 在日本 未录的时候 有照相 他很年轻了 在日本的照相 这些一些老照片 台湾 有一个老年实习的立法委员 叫做陈烈 陈烈 他懂得会计 控制国民党的预算 长得面目猙獰 人高马大 很壮大 陈烈的儿子 叫陈国强 跟我同学 我们的好朋友 中国文化大学 训导长 陈烈是我爸爸的学生 我爸爸在吉林省立 低头中学 做校长的时候 陈烈是我爸爸的学生 后来被开除了 后来呢 就在我们 东北人的圈里面 传出来一个有趣的说法 是说 当年陈烈 追我妈妈 我爸爸 跟我妈妈 说做媒 结婚的 等于我爸爸也 看中我妈妈 结果我妈妈呢 就没嫁给陈烈 就嫁给了我爸爸 我爸爸 就把他的学生 陈烈开除了 当年说被开除的原因呢 是因为 跟老师 争风吃醋 被开除的 他们也不来往 到了台湾以后 才恢复来往 为什么恢复来往呢 因为陈烈的儿子 陈国强 到台中医中来 跟我同学 可是陈国强 很顽皮 在学校来闯祸 陈烈就跑来 重新 跟那个老师 就是我爸爸 恢复来往 然后请我爸爸 特别照顾 这个陈国强 后来我爸爸也死了 陈烈那时候 送了一千块钱 我记得 一千块钱是大钱 送了一千块钱给我们 比别人送的钱全多 陈烈 后来变成植物人了 躺在医院里面 我还去看他 陈国强 是我的好朋友 有一次 我还开玩笑 在大厅广众 我还开玩笑 我说 国强啊 幸亏当年 我爸爸追我妈 成功了 你爸爸追我妈 失败了 如果当年 我爸爸追我妈 失败了 你爸爸追我妈 成功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你陈国强了 那个时候 我就叫陈国强了 就是我了 我还开过这种玩笑 我爸爸 到了台湾 在台中省立 第一中学教书 他的牌子很硬 为什么做国文科主任呢 因为他是国立北京大学的 国文系的学生 当时没有中国文学系 叫国文系 他的老师 硬邦邦的一批人 响当当的一批人 像胡适 像周 周玉 周玉才 就是鲁迅 像周作人 鲁迅的弟弟 他的老师 是响当当的 我爸爸有这个招牌 在台湾 做省立台中医中的 国文科主任 阴错阳差 有趣吧 他那张文凭 我在三年以前 陈蒙 刘长乐 凤凰电视的刘老板 安排 我到北京大学 等大学 北京大学 演讲 现场 讲完了以后 北京大学 负责人 送我礼物 我也送了个礼物 给北京大学 就是这张文凭 我复兴的文凭 我还给了北京大学 什么意思呢 这是1926年的一张文凭 大家注意啊 那个时候人多么规矩啊 整个的大学毕业文凭 没有照片 看到没有啊 人与人家都互相相信的 没有照片 也没有刚印 可是反倒有印花税票 印花 看到没 我们大特写看 印花 大家看一看 文凭说 国立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学生李鼎一 吉林省福渝县人 现年28岁 为什么28岁才毕业 那个时候人念书念的晚 在毕业 在本校 国文学习 修业期满 成绩几个 校长蔡元培 我父亲 这张毕业文凭 我到这次回到 北京大学演讲 我还给了北京大学 就是北京大学的校室馆 学校那个历史的 有校室馆 你们没有这个东西 多好玩一件东西啊 你们都是把文凭给出去 没有说文凭回锅 回笼 我居然把这张文凭啊 李敖爸爸的文凭 回笼 到北京大学 非常有 历史意义的 一个举动 我把这张文凭 还给了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还在学生的 那个记录表里面 找出来一张 我爸爸当年的照片 就这个照片 送给我 看到没有 照片 这是又一张 我爸爸当年 在抗战生日以后的照片 穿的是中山装 看看这个照片 我爸爸到台中医中 做国文科主任 对局 讲了一次演讲 演讲了一篇稿子 写出来以后呢 叫做 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这篇文章 我把它写了篇文章 我写的叫李鼎一 我爸爸啊 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书后 我写 我一个读后感 前面呢 就是他的文章 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李鼎一 什么东西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把中国人 对命的看法 分成四类 就是宿命 正命 造命与非命 我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跟你有关 你也介入这个事情 什么是宿命啊 宿命就是 宿命 听天由命啊 就是这个字啊 我这辈子 长得好看 长得难看 我穷 我酷 我活得 一百岁 还活五十岁 都是 坚天注定的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很多人 听天由命 就是因为他相信宿命 这是宿命的 这是他最简单的解释 什么是正命呢 什么是正命 正命 宿命完了 什么正命呢 正命啊 正命就是 有些事情啊 有些事情啊 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事情啊 我们可以加工 可以有办法的 正命 大家看看 古书 我给大家看一段古书 大家看啊 正命是按规矩来的 所以我们看啊 孟子里面讲 事故知命者 不利乎 严强之下 什么叫做严强之下 这是墙 这个墙啊 快倒了 我不站在下面 不利乎严强之下 这个墙啊 不安全 要倒的时候 我不站在这里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相信宿命论 先天注定 我就被墙压死 那我站在下面 我知道他倒了 我就被压死 如果注定 我不会被压死 我就寿终正寝 躺在床上死掉 那么我在这墙底下 这墙下倒了 我照站不误 因为他不会压死我 因为我相信宿命 我命中注定 是要死在床上 不是死在砖头底下 所以呢 我就不怕危险 就去了 可是孟子说 知命者 我知道这个命的道理的人 不利乎严强之下 为什么 万一这个墙倒下来 不把我压死了吗 你信宿命论的人 你怎么相信这个呢 相信宿命的人 就是说 我不相信我会被压死 站在底下 不怕 可是孟子 不冒这个危险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墙倒下来 压死你 换句话说 这个命啊 有不可知那一面 他的不可知这一面 有趣味了 所以中国人相信这一面 有趣味了 我们看看 紫下 孔子学生说 叫商 紫下说 商文之义 我听说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死生有命 我活五十岁 还活一百岁 就是必须活五十 该活一百活五百 富贵在天 我有没有钱 我是不是会赚的 变成百万富翁 这个是命 也是老天爷决定 老天爷决定的 我就是穷光蛋 我这一辈子啊 就是每个月 赚五万块钱 就这一辈子 我就每个月赚五万块钱 赚三万块钱 就赚三万块钱 富贵在天 这是天 老天爷决定的 换句话说什么 寿命的长短 财产的多少 和命有关系 是宿命 可是这个以外啊 这孔子和孟子 就不老实了 儒家哲学 就不老实了 他们相信什么 相信什么 看到没有 顺 于顺 何人也 他小子是什么人呢 于何人也 我是什么人呢 有为者 亦以若是 我想做圣人的时候 我就做到了 什么是有为者 我后天的奴隶 可以使我变成 尧顺这种圣人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正命的论 正命的意思 就是说 富贵和受邀 我相信命 可是发展我们 人类的报复 我不相信你 早死晚死 有没有钱 我相信你 其他方面 我不信 李敖 宇妙 天下 有趣吧 现在你越来越接近 中国人了 为什么 你有性命 你又不信命 你信命的部分 你就觉得 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爸爸妈妈生我这个样子 可是 你要隔双眼皮 对不对 你要龙卤 对不对 表示你不信命 你要改变 你先天的成分 这就是 中国人出现了 大家看 孔子孟子讲正命 这什么正命呢 看看我爸爸的话 演讲的话 他说 要安分的 素富贵 行乎富贵 素贫贱 这便行乎贫贱 君子 无辱 而不自得 这便是安分 安命的讲法 但是 孔孟 孔子孟子 一谈到做人 注意啊 那便不安分起来 顺和人也 与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我想做与顺 我就做到了 人不一定 可知富贵 但人一定 可以 息胜 息贤 你就知道 我爸爸这个讲演呢 讲得多么好 中国的头 思量头绪很乱 他一整理就整理出来了 人家搞不清楚 到底我们中国人 信不信 宿命论呢 到底信不信命啊 我爸爸说 看到没有 有的信 一部分信 有的一部分不信 他把论语里面 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孟子里面画 拿出来给大家看 哦 原来我们知道了 原来孔孟 对富贵受邀 相应 对牺牲 不相应 好 我们现在看 第三段出现了 什么是造命 富命 正命 什么是造命 什么是造命 造命就是说 先天我相信宿命 可是 我也相信造命 什么叫造命啊 我可以改变我的命 中国古代 一谈算命 就谈到一个人 叫缘了凡 大家一谈算命 都谈了他 他年轻时候算命 他也相信命 算结果 一辈子不做大官 一辈子没有儿子 只生女儿 不生儿子 后 得两桶 两水 浇在头上 人不做大官 这个太没趣味了 人又不生儿子 跟绝后一样 万念俱灰 有一天 元了凡 到一个庙里面 听一群和尚念经 他坐在旁边 也打坐 听着别人念 老和尚 用眼睛 这样斜着看他 秒他 一秒他 再秒他 他坐着不动 听着念经 经念完了以后 这个老和尚 方丈 招手 叫着元了凡 过来 老和尚 跟元了凡说 老僧 我这个老和尚 做了好多年的和尚 我看到别人 听我们念经 都是这种 不可专心听 好像那预念 在飘来飘去 只有我 看到你 只有你 我听你看 听我们念经 万念俱灰 一念不起 为什么你心里面 会这么安静呢 我老和尚 很感兴趣 问问你 为什么你 听我们念经 这样子 感情这么平静 元老和尚 说 报告 师父 我算命的结果 一辈子不会是自大观 最后书也白念了 一辈子生儿子 一辈子不会生儿子 所以我也觉得绝后了 觉得人生没有趣味 所以听你们念经 我也不起杂念 所以坐在这里 被你看到了 我这个不起任何杂念 老和尚说 错了 他这摇手可像我妈妈摇手 这样子 或者这样子 错了 错了 人做好事 是改变他的命运的 从现在开始 你修桥 你造路 你诗周 你做好事 你慢慢会改变你的命运 于是 元了凡 听了老和尚的话 就开始 修桥造路 师周 做好人 种瓜得瓜 种得得 果然 做了大观 果然 生了儿子 大家注意啊 这叫做造命 这不是宿命 也不是正命 它是造命 就是我一方面相信命 可是一方面相信 命是可以改变的 造命 所以中国的算命先生啊 他们的本领就是 算出你的命 然后叫你怎么样改变 为什么跟我爸爸说 你们要往南去呢 从北京向南跑到上海 上海算命先生说 向南去 我就跑到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往南去 对你有利 你可以改变你这个命运 为什么要改变命运呢 因为国家的命运改变的时候啊 个人命运会跟着变坏 秦朝的将军白起 坑着 坑了赵国的降族 四十万人 四十万投降的人啊 他把他活埋 到今天我理由不相信 因为技术上做不到 活埋四十万人 这多大工程啊 做不到 可是至少数字很大 难道这四十万人 都是歹命人吗 病毒不好吗 不一定 个人有的是好命运 可是碰到 国家的命运变坏的时候 你个人的命运 就跟着变坏了 所以大家注意 中国的算命先生 命理学家 他有很多理论 其中一个理论就是说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 命好的人 也跟着命坏的人一起 倒霉 也不是 也不一定得好 所以 命可以改 可是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不肯改的时候 你也没有希望 可是当时 在1949年 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家里来 到台湾来 他相信 命让他往南跑 话说回来 算命先生 对袁子才的影响 赶不上老和尚对他 开电话 就是说 算命 你不能做大官 你不能有儿子 可是 你做好事 努力去改造你的命运 你可以改造 袁老凡 从此 袁先生 都 拜 袁老凡 认为他了不起 袁老凡 变成神话性人物 他后来 开展这个 命理的理论 什么都有命 不但我们 人有命 这个机器 物件 都有命 他有一次算这个 一个在他家里 一个小茶壶 这个茶壶命 被他算出来了 就是 十天以后 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 这个茶壶 会被一个木棍 棍子打碎 太太奇怪了 怎么十天以后 这个茶壶 命就会 命上棍棒之下 他就 不信呢 他说 这么快就会应验吗 好 他说我亲自盯着你看 到了第十天 他就两个眼睛睁的 眼睁睁的 盯着这个茶壶看 到了中午 吃饭了 大家请老爷吃饭 请他吃饭 他说等一下吃 还看着这个壶 又请他吃饭 他又在看壶 不肯吃饭 还请他吃饭 他说再等一下 结果 他妈妈请起来 你这小子 我叫你来吃饭 你不来吃饭 他妈妈就煮着拐杖进来了 看他再看看壶 一棍子就打下来 再打在壶上面 壶打碎了 壶就命上棍棒之下 这是有名的一个 讲中国讲命的一个荒唐的话 故事 就人有命 一个茶壶都有命 袁老凡是这样相信命的 可是这个命 由于造命论的出现 使中国人相信 命是可以造的 所以很多人做好事 为什么呢 修桥造路失洲 做好事 很多假的佛教徒 放生 为什么放生呢 因为做好事 对他有好处 所以相信 又相信神仙 又求仙拜佛 又相信命运 可是呢 又在做好事 为了就是他们相信 什么叫做造命 李敖宇妙天下 请大家再看看 我爸爸讲演 关于造命这一段 他讲得多么好 大家看 讨论中国人 性命的矛盾性 这是我对我爸爸的话 的评论 这话是我的话 中国人一方面 固然相信 子下所谓的 子生有命 富贵在天 但在死生富贵以外 却有很强的造命的味道 造命不相信输命论 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 却都相信 宿命 这是他们又聪明 又糊涂的地方 这是我的话 然后呢 大家再看看 我爸爸讲造命这段话 他的讲演里面讲 他说造命是中国的哲学 后来发生混合现象 卢家混到 造家 卢家跟墨家又混合 卢家跟造家混合 卢家跟墨家混合 甚至如道莫佛混合 所以呢 一方面信鬼神 一方面又信命 看到没有 一方面烧香拜佛 求神迁 求菩萨保佑 一方面又听天由命 不去巧用机关 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 他们相信 命是有定的 但同时要信神求佛 行善 好意 可以得佛保佑 因为应获得福 为福 遇难成祥 也是命定应该 你命定应该无子 应该 夭折 但你 广行好事 也会改变你的命运 这就是造命 什么是非命呢 大家看非命 宿命造命 正命非命 什么是非命呢 就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 认为人的祸福 绣妖 有上帝做主宰 和人一样 可以喜怒 可以生杀 多行不义 必得祸 极善之家 有余情 命定说 是没有的 不过 他们 的非命 不是今天科学家 认为人可以胜天 他们是 只是众善因 可以 互得 天之喜悦 而降福 则于 你们 不如现世 甚至来世 所以呢 大家可以分别 这四种命的不同 你跑不掉 你是 你占了其中一种 或两种 或者 两种 以上 都 改不掉 这个 情况 因为我爸爸相信 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 虽然 演讲的时候 讲宿命 正命 照命 非命 讲得 头头是道 他却没有讲出来 他自己 是非常相信 命的 这个 这种行为 他 并没有讲出来 而是 我知道 所以我替他 在 他这篇演讲的 读后感里面 我把它 特别写出来 我爸爸是很迷信的 他相信这些东西 可是 这些东西啊 真是 孤望言之 孤望听之 最好 所以听他讲这些笑话 也蛮好玩的 我爸爸 很会上课 很会讲课 他讲这个故事啊 我给大家听 中国的算命里面 很多种 好不说 抽签的 算卦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 铁板神术 就是 打算盘 然后 打出数字来 然后翻开那个书 查那个 你是命令 命的 命 我爸爸 在1949年 他在中国东北 没事算命 就到了一个铁板神术 铁板神术 铁板神术 一个算命先生那里 我爸爸 跟他聊天 忽然进了一个军官 军官就把 生成八字一大堆 就告诉了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就 算 算后来 就翻书 打开看 看了以后 算命先生 愣住了 说 算错了 我爸爸就 也摆书 在旁边参观啊 他把书也打开看 我爸爸 看了一行字 也不讲话 书合起来 这个军官 就说 这个书怎么说的 铁板神术 怎么算出来的 那算命先生说 你算你老婆是不是 他说 我算我太太的 命 他说 我算错了 我爸爸也不吭气 那个军官说 我坚持要看 这行字 什么字 一翻开一看 说他太太 樱桃小口万人长 樱桃小口万人长 这军官桌子一拍 说算对了 为什么呢 他说我的太太 本来是在青楼里面的 是妓女 妓女从良以后 嫁给我 所以说我太太 樱桃小口万人长 是正确的 也没有说 有这么个笑话 说我爸爸常常 讲出来 在台中一中 上课的时候呢 也会讲到这些故事来 他口才极好 讲出这些 妖魔鬼怪的故事 我理要相不相信 我理要才不信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我思想信得不得了 所以 什么 塔落牌 什么 紫微斗数 什么算命 什么星象 我通通不信 甚至血行我都不信 不错 对人的血行 对人的生理 有一点点影响 可是后天的变化太大了 后天的力量太大了 那一点的影响太有限了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 妖魔鬼怪 可是 别人孤妄言之 我也妄听之 可是我要用这个资料 来前列出来 今天你们看了这个 李敖 与妙天下 等于上了一堂课嘛 原来 你们搞不清楚的 中国人对命的思想 经过 中国人对命的思想 经过宿命 正命 造命 与非命的分析 立刻你就清楚了 那为什么要信这些东西呢 我的好朋友 许信良 最迷信的一个人 专门信这些 咋嘀咋的东西 还讲什么 天命啊 政治人物天命 有一次 许信良 施敏德 跟我在 福华 日本 吃日本料理 吃饭 我就问 许信良 我说信良 为什么你这么迷信呢 他说李敖兄啊 他说我们政治人物 搞政治的人 可以平纪的 可以倚靠的 资源呢 太少了 靠朋友 朋友不可靠 靠同志 同志不可靠 靠 官位 声声牵牵 来来去去 不可靠 我们倚靠的资源 太少了 所以万一有一个资源 可以倚靠他 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我们何况相信他 这是许信良 基于政治的角度 表示他 迷信有理 所以许信良 很相信这些 妖魔鬼怪的迷信 原因就是说 他的话说的 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他 可以靠的资源 贫瘠 太少了 所以能够 可以倚靠的 也就可以倚靠 同样的 我们相信 当年汉高祖 就是汉高帝 刘邦 他说什么 白帝之子 赤帝之子 这些 然后他自己有天命 斩白蛇 起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相信他有天命 这是一种迷信 也许他自己并不信 可是这个谎话 说多了以后呢 自己也跟着信了 也许自己也信 因为他有这种 迷信的力量 所以更增加了 他的 这方面的一个资源 所以许姓良 这句话 从政治角度来评估 还不错 所以我说 这句话 我写了 许姓良 迷信论 可是呢 我们 想起来 也 不无他的道理 虽然我自己是不信的 别人信的人 我也觉得 好玩 可是我必须要 一边 说别人好玩 一方面 又用我的 这种 明察秋毫的态度 把别人拆穿 觉得 基本上 信这些东西的人 你没有信心 因为你没有信心 所以才信这些东西 所以唐太宗 出师的时候 要烧那个乌龟的时候 魏征 就把乌龟敲碎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有怀疑 才问谱嘛 才 用烧乌龟的背嘛 来看他的 羞灸嘛 我们没有怀疑 我们的方向正确的 我们出师一定胜利的 没有怀疑 烧这个乌龟干什么 把他丢掉 不义何谱 我们没有怀疑 我们何必算命呢 所以这个理论 就是真正有信心的人 他不相信这些 杂七杂八的命 命 不看你的愿 李敖 雨妙 天下 我这里千言万语 我这里苦口婆心 讲了这么多 我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如何使我们的大脑起飞 看看这个画面没有 这是我们的大脑 能够有了翅膀 使大脑能够起飞 使我们变成聪明的 而有智慧的人 可是一般 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这个智慧啊 跟不上 不但跟不上啊 你一开始就被污染 你从小长大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年龄轻轻的人 也会说到 算命啊 至少玩个塔罗牌啊 甚至那个混蛋陈水扁 最后还要被塔罗牌的小子骗嘛 对不对 相信这是喇嘛 为什么呢 因为都和性命有关系 所以性命思想 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在中国 是变成一个大的哲学 哲学的一个范畴 非常的严重 这个问题 由于我性命的爸爸 他深入的研究 发现了有四个大类 就是宿命 正命 照命与非命 现在 由于我爸爸这篇演讲 把这个问题啊 分析的清新出处了 毕竟我把内幕也告诉你们了 我爸爸他自己就信这些东西 可是 为什么我不信 因为我的智慧 超人 知道这些东西啊 都是荒谬的 当然 对那些信他的人 而增加自己的信心 是好的 可是 这种人 靠着愚愚昧的方法 而增加信心的人 这种人 在我看起来 是愚蠢的人 是我 所不 反对的一个态度 我不 我不赞成的 我今天 活在台湾 其实分了两个段 这六十年来 前四十年 是被 坏人得志 后二十年 被小人得志 什么是坏人得志 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带来这批 外省的同志集团 是一批坏人 他们在中国 祸国殃民 最后被共产党 赶到台湾来 他们在台湾 又五扬威得志 他们是一批坏人 叫做坏人得志 蒋介石在台湾 搞了二十六年 死了 蒋经国搞了十三年 死了 父子两个人 搞了三十九年 近四十年 死了 剩下的时候呢 给 小人 李登辉 搞了十二年 又给小人 陈水扁 搞了八年 前后搞了二十年 这批人呢 李登辉和陈水扁呢 还没有资格 做坏人 做坏人 有做坏人的条件 这两个混蛋呢 还没有资格 做坏人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小人 所以我里要看起来 是坏人得志以后呢 小人得志 前后六十年的 在台湾的时间 就被这两批人 瓜分了 这两批人 瓜分了以后呢 我们才看到了 整个的 今天的局面 基本上我们感觉 是一个愚昧的局面 愚蠢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 人要变得聪明 变得有智慧 是多么重要 最低的重要 它可以使我们 不会痛苦 我里要没有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看得透明得不得了 就像过去 在白色恐怖时期 我被公安单位 警备总部单位 特别把我抓起来 疲劳舍问的时候 把我包围 说你里要 我们看你啊 就好像看 玻璃缸里面的鲸鱼 你的一举一动 我们看得好清楚 甚至这鱼 透明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你 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发现 真正的玻璃缸里面的 这些金鱼 是这批坏人 跟这批小人 六十年下来 只有一个人 能够 聚精会神 旁征博隐的 跟他们算这笔总账 今天就是我 我的目的 不是跟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太小了 可是用 跟他们算账的 这个方式 这个态度 这个方法 来充实了 李敖宇妙天下的内容 使我们大家知道 大脑如何起飞 台湾只是我们这个例子 这里面 有牛鬼蛇神 有坏人得志 和小人得志 有坏人得志四十年 有小人得志四十年 坏人小人得志以后 再碰到 马英九这种 又是坏人 又是小人的这种人 混在一起 也跟着目前在鬼混 我们觉得很痛苦 可是我们不要怀忧丧志 为什么 我们不相信 我们的命 是跟这些人交在一起的 我们有新的这种 正命论 新的照命论 我们不要跟他们 持在一起 最后死于非命 那个就太划不来了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我爱你 是谁 我爱你 我爱你